说身边案例 民法例 情理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律师提议环节 这两套房产性质 必须要把它明确下来 是先生跟前任妻子的夫妻共同财产 这没有任何可以争论的地方 因为在他们的离婚协议当中 已经予以体现 在相关的判决书当中 也已经予以认定 那么其实先生 您刚才为什么我再反复给你机会 就是我认为你始终没有承认 你在这整个事件当中 其实你是有过错的 我们暂且不落它大小 但是我实话实说 您是有过错的 那么在今天而言 其实你说了 那套房子原来你是想给儿子 你的前妻是说让儿子继承 其实当这么表述的时候 对于你而言是特别不利的 因为如果你在离婚协议当中 确定你的政务关系 这叫付条件增誉 你的条件是什么 是离婚 离婚的条件已经成就 你的赠予撤销不了了 你现在再想给我反悔 我给我的现任的孩子 我给我现任的这个妻子 我给现任妻子那个女儿 甚至说给我给别人 给不了 那么再有一个 现在呢女士来了 特别纠结是都是赠予 怎么就撤销我那个 就不能撤销内衣 对吗 这里面有一个法律规定 按照婚姻法的规定 如果夫妻双方之间的 夫妻共同财产 没有经过配偶 你擅自赠送给第三方 那么这种赠送行为是无效 你就是那个第三方 你是他现任妻子 但是你跟他之前的 婚姻共同财产 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把之前的夫妻共同财产 送给了你 就不行 可能这个造成今天的这个结果 我觉得跟那个先生自己 在法律上有一个认识错误 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是说 他认为婚姻关系当中 取得的这个房屋 只要登记在个人名下 就是个人财产 那么实际上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呢 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 用夫妻共同财产 购买取得的房屋 是属于典型的夫妻共同财产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女士我也不得不说一句 我刚才说了 先生在整个事件当中 他是有过错的 其实你也有错 在当年你要把西建杰房子 过到你名下的时候 私心大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当时你是一颗公心 你要拿走西建杰 你完全可以叫先生 把他前提叫过来 玫瑰园给你 西建杰我们拿走 双方把这个事分割好 你想想咱们换位思考 如果你是前提 你突然发现 约定好给我儿子的房子 你给拿走了 而且还是在 我起诉完以后 你给拿走了 你觉得他不会愤怒吗 肯定愤怒 肯定会想办法 把你拿走的东西要过来 这是很正常 所以说我在这里面 我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有错 你私心重 因为自己考虑 没错 但是那个时候 咱们也得公平一点 没考虑别人 先生还有一个误区是说 他认为离婚协议当中 我所做出的这个承诺 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约束力 实际上就是说 在离婚协议当中 有关于财产分割 有关于子女扶衍 这些约定 实际上对当事人 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最后 现在这套房屋 我们把它分为使用权和产权两部分 为什么这么来说 从产权上来讲 我刚才说 它是先人和前期的父亲 我们在这 到今天为止 你们仍然没有就这套房屋 进行分割 所以我们可以按照大家 以往的定 各占50% 那么并不意味着 在房屋当中 你只能用50% 因为在你的离婚协议当中 有一句话很重要 西建街的房子 归你居住使用 你居住使用到什么时候 没有 你在什么条件下 可以居住使用 没有 那么我们就认为 这套房屋 你可以一直居住使用 听明白了吗 谢谢 就即使女方确认 她有50%的产权 那么按照当年的离婚协议 约定 她也得让你住 明白了吗 比如说你把这房屋租出去了 那可能不行 但是如果你带着你的亲人 在里面住 我客观上觉得 应该是可以的 但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能不能得到法律支持 将来如果产生纠纷的时候 你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好吗 明白吗 先生 那就说明她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就木已成刀就这样了 对 将来她这50% 她有权自己处理吗 我当时也想帮你问这个问题的 这50%的那个 实际上就是 目前这套房子当中 您共有的 就是属于您的产权部分 您是有处分的权利的 您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 将这个房屋的产权 留给女儿 留给女儿 或者是说留给您也可以 针对你这个居住使用权 我也给你的建议是 你不要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没有必要 你就在这住着 当有一天 她不让你住的时候 她去行使权利的时候 你拿着协议抗辩就行了 走啊 at